建立工程 會再次詳情 要補充一下請縣長 說明其名主席才是 請縣長回答 縣長不是縣的陣建 那這輔頭馬頭這個 坐好之後它的位置在哪裡 那位置在 餅長廷平平常那個 就從裡面到達 餅長廷平平常 就比較後面 那一台 那你證明他們現在那個斧桶要移掉還是 應該要移掉 之前好像秘書是說只有做一半 現在是做什麼 整個要移掉 整個移掉 因為現在最主要卡在那個倉庫的問題 倉庫目前他們一樣正安心 我們目前倉庫會去做什麼 對 因為本來倉庫要坐在阿坤那裡 因為油管的關係 那現在現在有沒有什麼附案就是說 倉庫要移到哪裡還是 把倉庫繼續移也可以 不是 你碼頭坐好 大船一進來 普通碼頭把你賺壞了 我說如果大船去現在的小倉庫寧珍寧那裡 去拿漁網或是什麼時候 賺兩下就壞了 我們到時候會去調查 到時候他也可以在那個 YTV那個倉庫就是那個口那邊 他倉庫在那邊拿 我們當然是盡量讓他們大船靠近 對 因為當時有說 本來在阿坤那裡設計倉庫嘛 對不對 就算設計倉庫 他們那邊的倉庫應該還是會在那裡 會拆掉 所以當時本來是有想說 把大船的倉庫移到阿坤那裡 那邊供小船 就是把它重新規劃整齊面 給小船用 他們現在大船的倉庫也有在這邊 也有在阿坤那邊 我知道 因為現在阿坤那邊是貨壞的 那現在油管這樣子也不做餐廳了嗎 目前我們可能目前還沒辦法做 因為油管可能等這次台電 應該是今年或者明年 要把所有的管件要重新補塞 做在那個地面上 到時候我們再研究看看 他如果那邊軍方沒有運的話 到時候會看看可別 那現在請問現在推偷船那個 現在不是之前 漏油挖的那個是台電工廠嗎 那個是台電請國鴻在挖的 他目前還沒有找到到底哪裡在漏油 因為他那裡晚上也沒有裝幾十燈什麼 都沒有 我已經跟那個電廠有承斷反應過 他會先把它扶起來 因為他那個 目前國外地盤不是漏油的地方 所以還要承斷在我 他現在就是雷動一直卡在那裡 然後只是放個三角錐到晚上視線不好 再來那個寧宋跟陳學友那兩出爬梯啊 想想跟你反應說也壞了很久了 是不是爭取經費可以把它修復一下 那個 因為 這個我們也上面已經鎖過一次 他那個可能有船靠地 他就把處理的問題卡開來 一鎖可能又有鎖 對 所以 是不是這次就做成像我們昨天在聊的那個北澳那樣子 單獨式呢 他不會說整個被這樣帶起來 他就這樣一層一層的我壞掉 譬如哪一節壞掉我修哪一節就好了 他現在是連結整排下來 如果船一帶就全部被帶起來了 所以如果這個不好用 就改成現在就單獨式這樣一個個這樣散去 這個我們倒是我們的心理 對 因為那樓梯坐的現在都是壞掉也 現在相機也反應蠻久了 那不是壞掉了 但是就是 就是鬆掉了 整個都鬆了 很像是聽說被台灣預船用壞了 好 謝謝先生 先生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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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